各位同学好 我们进来看一下新年代二次册 37课成人版的致时拓展部分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就是关于三个长得非常像的结构 一个是will be done 还有will be doing will have done 大家一看这三个结构会发现 它们的前一半都是一样的 都是will 因此都跟将来的事情有关 那差别在于哪呢 主要取决于后一半 第一个结构 will be done be done表示被动 所以在这里 will be done 就表示将来时的被动 大家可以标一下 一个箭头人到21课去 在21课当中呢 我们已经把将来时的被动 也就是说被动跟时态相结合 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们不多浪费时间了 接着看第二个 will be doing be doing表示进行 所以will be doing表示将来进行时 大家可以在旁边 一个箭头人到第13课去 我们在第13课当中给大家讲过了 将来进行时主要有两种用法 第一个表示将来某事正在进行 第二可以表示将来 肯定一定确定会发生的事 比如说明星来开演唱会 说来呢就肯定要来 在这里用will be doing更合适一些 好了最后一个结构 will have done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will表示将来 have done表示完成 所以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新的将来完成时 这是本篇课文唯一一个新的内容 一说到将来完成时呢 请各位同学给我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了现在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 大家发现所有的完成时都一样 都是站在某一个时间点 回头往之前看 站在现在回头看之前发生的事 叫做现在完成时 站在过去回头看之前过去完成时 因此截止到将来 回头看之前发生的事 就叫做将来完成时 所以大家发现完成时 其实总的来说 它的用法就叫做阶段性总结 什么叫做阶段性总结呢 也就是说描述一件事 分阶段来进行总结 如果截止到现在 这事怎么怎么样了 我用现在完成时 截止到上个星期 这事怎么怎么样了 用过去完成时 截止到将来 比如说下个月工作都完成了 我就可以用将来完成时 所以完成时叫做阶段性总结 关键取决于大家截到哪一段 好了 那说回来 咱们说回将来完成时 将来完成时 在生活当中怎么样使用呢 大家注意一下 将来完成时 表示截止到将来的之前 这事怎么怎么样了 竟然强调截止到将来 因此它通常搭配 by加上一个将来的时间 我们在课文当中给大家讲过了 by这个词表示 截止到什么什么时候 它如果加上一个将来的时间 就表示截止到将来 这个时候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截止到将来 截止了不能往后看 只能截止到将来 回头往之前看 因此一定要将来完成时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来总结一下 关于将来完成时 大家只需要记住两件事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 将来完成时 表示截止到将来的之前 怎么怎么样 第二个 它通常考察的方式就是 by加上将来的时间 与它相搭配使用 好了 关于这个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么多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几道题 大家来试验体会一下 首先看第一道题 by vibrant next year I am this job of five years by vibrant next year 请大家看完这道题之后 首先把这个关键性的词 叫做by vibrant next year 画上 我们这里给大家讲过了 by这个词表示 截止到什么什么时候 在这里很明显 by next year 截止到了将来 我们刚刚说过 截止到了将来 截止了 不能往后看了 只能回头往之前看 因此搭配什么时呢 将来完成时 好了 所以大家发现 只要见到了by加上将来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默认使用将来完成时了 那大家一看abcd四个选项 就觉得疑惑了 没有将来呀 没有will 注意各位同学 其实除了will之外 还有一个词可以表达将来 哪个词呢 就是share 但是share这个词 我们之前说过 它仅适用于第一人称号 因此在这里 注意是i 符合要求 所以将来完成时 我们就可以选择d选项 share have been here 截止到明年的二月份 我们将要在这待了 五年了 在这个工作上 做了五年了 好了 接着往下说下一题 you don't have to plan so far ahead so many things been next to you 你不需要提前计划这么早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事情 到了明年的时候都改变了 大家看 改变了 事情改变了 大家看 by next year 圈起来 我们讲过了 by加上将来的时间 表示什么意思呢 截止到将来 与将来完成时连用 因此应该选择 新选项 will have changed 截止到将来的之前 很多事情改变了 好了 下一个 大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了 i hear that you are planning to buy a new apartment 我听说你要打算买一间新的公寓 yes 是的 我要买 by next month 接着到下个月 i enough money 我就会攒够足够多的钱了 很明显 by next month 截止到了将来 所以应该选择 a选项 will have saved enough money 好了 所以各位同学们来总结一下 将来完成时很好理解 就是截止到将来的之前 怎么怎么样 通常搭配的是 by加上一个将来的时间 作为它的标志 那有同学发现说 那如果没有by 加上将来的时间怎么办呢 大家注意 语言是灵活的 有的时候即使没有by 加上将来的时间 只要含义上表达的是 截止到将来的之前 怎么怎么样 我们一样可以使用将来完成时 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看 一个特殊的例子 大家看这句话 on the next anniversary they married for 20 years anniversary表示周年纪念日 next anniversary 下一个周年纪念日 很明显指的是什么时候啊 将来 到他们下一个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也就是到将来 他们结婚结了 二十年了 那我请问大家 二十年这个数字 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就是截止到将来这个时间点 回头往之前数 一年两年二十年了 所以大家发现 有了将来 而且角度是往之前数 所以将来的之前 一样应该选择什么呀 将来完成时 will have been 所以大家发现 这句话当中 虽然没有明确的出现 by加上将来的时间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表示将来的之前 因此同样选择 将来完成时 好了 那各位同学 请大家来跟我回顾一下 三十七课 唯一新的内容就是 将来完成时 will have done 也可以换成shall have done 表示将来的之前 怎么怎么样 通常搭配的是 by加上将来的时间 但有个别情况下 没有by 只要意思上符合 将来的之前 我们一样可以使用 好了 请各位同学回头 好好地回顾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再多给大家 啰嗦一句 我们说过了 完成时叫做阶段性总结 很多同学一敢 以前不敢使用完成时 以后呢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地用 比如说想描述一件事 你像我们很多成年人 现在都已经工作了 对吧 大家在工作岗位上 经常需要写一些工作汇报 工作总结 来跟领导汇报一下 最近的工作状况 既然要汇报工作状况 大家想汇报工作 当然就要总结一下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在总结当中 使用到了三种不同的完成时 我们再负责一个新的项目 你跟老板说 哎 截止到现在为止 这个项目 已经进行了一半了 截止到现在为止 我们就可以用 现在完成时 那如果截止到上周 刚开始进行呢 哎 过去完成时 如果截止到下个月 这事都做完了呢 就可以用将来完成时 所以工作当中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地 使用完成时 表示阶段性总结 截到哪一个时间点 我们就有那种 对应的完成时 好了 而且请各位同学 再次注意一下 完成时不代表 都做完的事 只是截止到某一个时间点 汇报一下完成的状况 做完没做完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表达 好了 关于这个 我们就说这么多 各位同学 来 如果大家想回顾 详细的完成时的内容呢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 我们在第五 可以大家讲过 现在完成时 第七个第九 可以大家讲过 过去完成时 好了 大家如果学会使用了 现在完成时 过去完成时 将来完成时 对应就会使用了 因为它是使用频率最少的 而且跟之前的 两种完成时 用法是一样的 就是截止的时间点不同 好了 在这里我们就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耐心聆听 以上就是我们37课的拓展部分